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错误的艺术家应该下线 净化娱乐 王一博呼吁坚持 大林地 鸟类不同 艺人改变视角 第一代流量 他们践踏了 从暴睡到睡觉 不禁感叹 娱乐圈好 脏 瓜让我紧张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犯了错误 并做出了自信的声明 那个官员后来打了我一巴掌 我想在收到通知后喝醉 娱乐业应该注意 理性追星 这三种观点与个人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 从去年开始 娱乐圈就开始追查资本控制下的肮脏一面 我们喜欢娱乐公众 它可以培养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和强大的个性 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节奏和千变万化的娱乐氛围下 我们在娱乐中感知整个社会的发展节奏 接受当下娱乐生活的价值 因此需要构建良性的长期娱乐氛围 这三个观点至关重要 我们在中秋节感受到了一种清洁的力量 头等舱或路人甲 遵守法律 很多人的童年记忆正在消退 对三观的认识也越来越深 追星追尾 一地鸡毛 没把握的 原则问题和三观问题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 小伙伴们求星时请理智 你的偶像值得吗 你崇拜角色还是偶像 第一代流量艺术家赚钱 践踏流量 俘获大众利益 他们没有激励投资者 他们以某种方式扭曲了这三种观点 爱吃瓜的路人感叹 睡收和睡眠在娱乐业是联系在一起的 你说推动我们的艺术家坠入爱河是什么意思 至少你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所以检查一下这个人 说这话的人估计是被娱乐圈洗脑了 饭圈文化扭曲 无论你在哪个领域都不能进行违法行为 不仅仅是税收或睡眠困难 公众人物要自律 你拿走公众为你消费的钱 丁六犯错下线后 感叹娱乐圈需要毫不含糊的行动 所以作为一个看王一博的编辑 求他继续加油 王一博陷入困境 至少我们是免税的 即使上市失败 乐华的摇钱术也不应该被征税 一是睡觉 自从王一博走红后 就一直从世代拍 每个人都在注视着他 甚至他的私人空间都被占用了 我从没见过他有私人时间 我想睡觉 关注你很久了 电影《长空之王》马上就要上映了 请继续 娱乐圈正在清理 更多优秀的人将涌现 清除后 专注于顶级课程 他们变得更加注重羽毛 同意 请继续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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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继续加油